我们开始继续 上次讲了陈叶斯坦早年的申平 他是申平一个非常曲折的经历 最后他总了托弥整个蒙古老远 上次讲了他早年的一开始一大成绩 就是野婚林战役把金陶军队打在上面 迫使金陶南天 金陶首都本来在今天北京的地方 迁到以前宋朝的首都开封 然后又把...最后就是他称呼 然后他就开始西征 今天就是从他的西征开始讲起 就讲蒙古人第一次西征 这张地图给大家看一看 陈叶斯坦统一蒙古之前的整个亚洲东部地区 南宋大家都认识 南宋有偏安,南方 云南那边有大理国 这张地图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这边是金,金陶在这里 金陶只能控制东北和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但是金陶控制不了蒙古高原 这跟中国以前的像辽 辽能够控制北方的蒙古高原 这边是西夏 这边是高丽 高丽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国家了 当年金阀辽灭了以后 辽朝的贵族耶律大使逃到中亚西夏 建立其位置叫西辽 西辽又持续了九十几年 至少他保持中国的正统 他说他自己是正统的皇帝 他早晚有一天打回来,报仇大 这边有些国家,我给他讲的 土坡这个国家 在唐朝这个时候 土坡曾经是唐朝的最大的劲敌 但是土坡比唐朝衰落得更早 唐朝好歹,维持三百年 土坡后来就分崩完结 分崩完结因为有个著名的国家 叫谷歌王国 谷歌王国,谷歌是个古城 所以今天在喜马拉雅山上 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在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上 有当年谷歌王朝的首席 这边有个谷歌王朝 我跟大家介绍的 然后这边是印度 土坎是南远甸 高明就是吴歌王朝 现在我们去参观的一个吴歌库 当时就是吴歌王朝的首席 然后有交集 就是离朝 就是越南的国家 当时大致是这样的形式 然后呢 这个蒙古人首先迫使西夏臣服 然后把金给... 基本上在耶和利亚上战役以后 把金朝的主力军军消灭到了 所以我们要再介绍 稍微介绍一下蒙古西藏的开端 西藏开端之前西藏伊朗高原这个形式 伊朗高原有一个古尔王国 1150年 波斯人是由波斯人建立起的国王朝 它的主要的中心在阿环 但是它能统治整个伊朗高原 它的军队主要有突厥奴隶过程 这个我讲过的 当时整个伊特兰世界 从埃及一直到别的地方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它不愿意用阿拉伯人 或者用那些本地人 都是用的那些突厥奴隶 那些突厥奴隶会越来越强盛 取代它的那些位置 在埃及什么都有发生过这些 古尔王朝曾经有一位将领率兵进入印度 后来它进入印度以后 正好这个古尔王朝被花拉子摸就变了 这个将领就是印度建立起德里斯丹国 德里斯丹国是印度 大家还记得有前面讲印度历史吗 讲了极多王朝 后期极多王朝 然后戒日王 等这个时期结束以后 印度出一个完全分裂上来的 叫拉齐普特时期 拉齐普特时期 拉齐普特时期是整个印度分裂为很多国家 这些国家都是以印度家为基础的 印度没有统一 整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统一 一直到这个突厥人进入德里斯丹国 进入印度,建立基地的德里斯丹国 德里斯丹国,顾名思义 它就是首都在德里的 他们那个国王自称是苏丹的 而且是新伊斯丹上的 德里斯丹国当然不能跟以前的阿裕王那个时代 或者基多王朝鲜的时代 印度的教育比 但是他至少能统一成印度北方 从外国人看起来 他代表了印度中央政府 德里斯丹国 介绍一下,陈基斯坦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死对头 就是花拉子摩这个国家 花拉子摩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中亚西亚的一个很小的国家 今天在金城乌兹匹克这边 中亚西亚有个两河流域 中亚西亚这里有咸海 咸海这里有一场河 中亚西亚的河 花拉子摩就在这个游戏 大字在这个游戏 当西疗强盛的时候 花拉子摩是臣服于西疗的 花拉子摩跟西疗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也谈不上不错 只是因为西疗比较强大 他臣服于西疗 等到1211年,花拉子摩这个国王 叫摩和摩继位以后 他开始不服了 他开始不服西疗 1210年,他打败了西疗 因为他不服嘛 西疗排军队来打他嘛 他把西疗军队打败 他又等于是独立了 到1210年,摩和摩把古尔王国 这么大的古尔王国给灭了 他基本上占了整个伊朗高原 这时候他非常牛 他要去进攻巴格达 1217年,摩和摩绿征服两河绿 结果几个原因 第一,他这个国家刚刚成立 实际上是很不稳定的国家 这就是当年花拉子摩国家顶盛时期 他背后有个西疗 西疗虽然被他打败了,还在背后 然后伊朗这块地方是他刚征服的 也不稳定 所以他把摩尔王国给灭了 他的本土就是华拉子 就是贤孩子两河绿 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康里 大家不知道 说说一句 康里是摩和摩的妈妈 他们两家的人 摩和摩去打巴格达了 他妈妈带领一匹将领 跟摩和摩不和,母子最近不和 所以他没法去建功巴格达 他一度回来跟他妈妈打 所以当时这个情况 你们看花拉子摩这个国很厉害 从一个很小的国家突然之间打败西疗 碰面整个伊朗 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大国 看上去很厉害,其实他这个国家很不稳定 也就是当承介斯汗第一次牺牲的时候 出现在面前的是这样不稳定的国家 蒙古与花拉子摩进行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是蒙古人的第一次戏战 蒙古人有第二次戏战 还有第三次戏战 我都会一一戒战 1218年蒙古被戏战 与花拉子摩战战啊 这个问题就来了 蒙古为什么被戏战啊 奶蛮部落的王子驱除令,逃到戏战去 跟戏战的古皇帝的女儿结婚 变成戏战的古王的女婿了 然后他把戏战的古王给费尔自己做戏战国王了 他从奶蛮逃到戏战去 奶蛮跟承蒂斯汗是有仇的 所以承蒂斯汗派军队追他 就把戏战给灭了 把驱除令,也抓了杀了 1218年蒙古灭战,与花拉子摩战战 这时候出现一个商团的距离 这是所有的讲蒙古意识的处传 承蒂斯汗为什么要去进攻华拉子摩 而且华拉子摩离开他这么遥远 伊朗这个地方,就是咸海两河的地方 对承蒂斯汗来说,对我们普通的中国人 或者中国北方的温某人来说 这个地方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 他为什么去打他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商团的纠纷 他送了很多人到华拉子摩去做生意 大概四五百个人 结果都被华拉子摩人给杀了 他还派人去问华拉子摩 你为什么杀我的人啊 华拉子摩又把他派去的人给杀了 承蒂斯汗痛不得了 伊诗汗就跟他们说的讲 拉斯德斯基里面讲,承蒂斯汗 三天三夜没吃饭 就在想,为什么要郑主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对我 然后他就决定整顿他的军队 当时你要想,西夏冈城府,经朝跟蒙古 他没有政府经朝 他只是统一的战利争国外 他要去,一二一九年开始 他清率二十万大军提侦 有人说是十万大军 具体数目,我也不清楚 这个需要考证的 有人说他率领的是蒙古骑兵人二十万 有人说他是蒙古骑兵人二十万 摩和国一看,承蒂斯汗二十万大军 据说摩和国拥有四十万大军 所以军队可能大多 但是在摩和国一想办 你承蒂斯汗是什么 你是蒙古骑兵啊 蒙古骑兵在草原上厉害了 我一个个城市里面 你唯一个崩古的城市没那么容易 所以摩和国军队分散放手 他在四十万军队这个城市放一万 那个城市放两万,全都分散开 因为中亚西亚印象都是比较发的 特别是中亚西亚当时是丝绸自助商人 商业非常发达的学校 像瓦拉子罗这种城市 就是当时的纽约巴黎 是富饶的非常发达城市 所以他在东亚城市放点兵 摩和鲁有个儿子叫扎人兵 扎人兵,他说老爸就不得这样 你这样他就着个击破 你每个城市里面都只有一万两万 他拿十万二十万围攻你一个城市 那你肯定一个个对他打 你一定要率军 你军队的总数比他多啊 你跟他恶战一场,不怕 而且他承介斯坦的军队是远道而来 这么遥远的地方过来,他肯定粮草不济 我们打仗都知道,粮草不济 他一到一个地方,他围攻就算了 他攻不下来,他的人就饿死 他一攻下来以后,他的贪污兵才有吃的 你居住这么快打他 摩和鲁都听扎人的文化 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承介斯坦基本攻占整个华拉紫 把中亚西亚所有城市都攻破了 这里面有个人说,蒙古军队跟以前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蒙古军队跟以前的草原上游牧民族相同一样 就是骑兵的优势,骑胜,骑马上速度快 并且骑马上杀人,打仗 这是他们的优点,南方的农业民族原来赶不上的 第二点,承介斯坦的蒙古病 有第二点以前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攻城的技术 你们看,承介斯坦在这几年,包括后来蒙古军队 比如说攻打中亚西亚,攻打欧洲那些城市 随便,很快就能把那些城市不可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 比如说古代,罗马帝国,围攻薛拉固,要围攻三年 要围攻三年,罗马军队要围攻薛拉固 汉尼巴之所以不敢打罗马,恐怕也有 当然我们今天猜测,恐怕有一个原因 是围攻一座城市,像罗马这样的兼顾的一座城市 是花很长时间,花很大精力的 或许是不值得的,也是一个原因 你看亚里山的大地围攻退落城市,很有名的围攻了八个月 而承介斯坦这些城市,基本上都很宽度能够把这些城市承受不了 说明西亚这些国家,他们守城的技术 跟蒙古军队工程的技术是不成证明的 那蒙古军队工程技术是哪里取来的 大家想一下,中国人哪里取来的 中国他跟西夏跟金接壤的时候 通过跟西夏跟金之间交往这些战争 他已经学会了工程技术 当然我们现在,工程不是很简单的 高极个抛石一下什么 反正当时在宿朝已经有一些,类似火药这样的东西了 蒙古人其实是掌握了这些技术 由于承介斯坦不断的进攻,蒙古末末最后逃到了一海的岛上 并于第二年死在这个岛上 当然他逃到了一海的岛上的时候 蒙古人也是一个个岛来找他 最后还没抓到他,他就已经死了 最后当然一海这些岛也不被蒙古人给占颜了 他临死期间,他让扎拉丁起成他,花拉子国 扎拉丁是他最能干的一个二次 蒙古与花拉子国的战争里面,实际上留下了就是蒙古军队的困惑 蒙古军队对投降或者抵抗者的政策是这样的 承介斯坦自己说的,为什么只要这个城市不投降 那就杀光了,不杀光了 因为这样就困惑下一个城市 我到来的是他们如果敢不投降,那就杀光了 男女好像全部杀光了,对吧 所以对于投降的,他全部收归为奴武 男人女人分开,男人变成什么 要么给蒙古军队做些户勤 要么就是打着这个冲在哪里,跑在蒙古军队的前面 你们跑,会被蒙古军队在后面追 让这些人到头回,男人变成 女人送回去,蒙古草原上去给蒙古的女人做衣服啊 做什么这种事情,要么就是彻底屠杀 蒙古人屠杀,很多事实上 这主要是对阿拉伯那些史上留下的非常血腥狠的质量 甚至有些史学家是亲历过这些屠杀经历的 阿拉伯有些伊朗人啊,就是生活在这些城市里 这些城市被蒙古屠城了,他见到了 可能他是幸存者,没有被杀死 他说蒙古人有很多有名的故事 蒙古人就是,要杀你们了是吧 蒙古人一般是这样的,你叫城市,维护古到最后 城市攻破了 城里面所有的人,人全都处臣去 特别是中亚、西亚都是平面比较多 比较适合蒙古人市的 人全部处臣,让蒙古军队在里面抢劫财产 抢劫完了,蒙古军队也处臣了 把那些人都排好队,蒙古军队开始 像追杀猎物一样的 对蒙古人来说,这是一种游戏 杀杀杀,杀一龙的人杀 在朱加西亚有的城市,据说华拉子摩,还有华拉子摩 华拉子摩的首都叫玉龙池,玉石摩,玉石摩,那个城市 没有十万的人口,沙梅亚人 华拉子摩最大的城市最有名的,就是沙马尔汉 是华拉子摩最有名的,沙马尔汉今天也有几千万人口 也杀没了,这就非常血腥恐怖 而当地的人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杀人 过去这些阿拉伯国家,伊朗这些国家打仗,没这样杀人的 扎兰汀从伊亚的那个岛上一出来,他觉得这样肯定不行 于是他就组织对蒙古的特殊 但是华拉子摩内部,这些王公贵族,这些王子们之间还有矛盾 扎兰汀这个人,人格为你实际是有问题的 他很难把华拉子摩内部矛盾摆平 但是不管怎么说,12年他从伊亚出来以后 扎兰汀还成功地打败过蒙古厅 杀了蒙古几万人,这是整个华拉子摩跟蒙古打仗历史上最相同的一次 承杰斯斯坦得到这个消息,大持有杀人 冒出了这么一个人 从来没人能够杀我蒙古人,只有蒙古人杀他们的 然后那两个将领逃回来,逃到了承杰斯坦这里 承杰斯坦说,你们大义了 你们因为一直得胜了,没想到华拉子摩还有扎兰汀的人 我饶了你们,你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我不怪你们 于是承杰斯坦让扎兰汀你看 于是承杰斯坦亲自率军攻打扎兰汀 扎兰汀呢,花莱子摩内部还很有矛盾 有的人想筹解承杰斯坦,有的人想逃跑 扎兰汀有广度上,扎兰汀帝是带你们一些军队且战且退,且战且退 承杰斯坦在后面追追追追追追,一直追到阿基斯坦退去印度和美方 你看这个地图,他已经从中亚西亚打到伊朗,一直打到印度了 扎兰汀单人策马,越过印度和逃入印度 承杰斯坦,这时候承杰斯坦排他的几个儿子,都已经追到印度河边了 就看扎兰汀,一个人,不是一本书上讲的 扎兰汀把盾牌放在背,背在后面,因为人家因为建设他 因为印度和河水比较浅了,可以骑马过去 这边的蒙古兵就准备射他 承杰斯坦,对他紧张而热说 做男人就要像扎兰汀这样 他多英勇,多厉害,就放他去印度去 当然了,其实实际上,文古军队还是派的一些军队进入了印度来追击扎兰汀 但是没有抓到扎兰汀 但是不管怎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蒙古军队进入印度 就进入印度,但是进入印度有很大的问题 印度热啊,蒙古人生活在蒙古草原上 那种气候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蒙古人进了印度没多久,出来出来,热死了,受到 蒙古人就退出来了 同样这个时期,蒙古军队越过高下所进入南俄罗斯草原 这是蒙古军队在南俄罗斯草原,在乌克兰那个地方 要打败基普罗斯的军队 我上次讲维基文明史讲过,把基普罗斯人身建立的 三个瑞典人来到俄罗斯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基普罗斯 这就是俄罗斯文明的法官 到这个时候,基普罗斯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 变成很多公国,封建成很多封建国家 然后呢,他们也没想到 他怎么回来,我给大家看地图啊 看地图就能理解,这是伊朗人,大家认识的地图,这是伊朗人 再跟战略丁打了之后,蒙古军队打到这里 这里不是高架所吗,格鲁基亚,亚美尼亚,阿塞白亚这个国家了 然后这个蒙古军的皇军就穿过高架所,进入这里是乌克兰了 进入乌克兰了 当时那个基普罗斯那些皇军队,看,这里哪里是一只默明星吗 哪里是一只很厉害的军队 基普罗斯那些皇军队组织一个抵抗,就打败了 肯定打不过蒙古军队,然后呢,蒙古人就打完基普罗斯 蒙古人也没有继续,绕过离海,回到中央西洋,跟陈迪斯安会合 如果这里,应该算是欧洲吧 这是蒙古人历史上第一次军队来到欧洲 并且在欧洲已经引起了一定的政党 为什么呢,之前他们已经听说,欧洲人已经听说 欧洲也有很多国家,已经听说阿拉伯人 那边又出来,阿拉伯伊朗这个地方 蒙古人杀人,罗马怎么怎么,这次亲眼见到 但是蒙古人绕了一圈,其实绕了一圈,就回去了 没对罗斯那些国家过程,大家的威胁 这是第一次啊 很有名,中国人的时候很有名 全镇到了道场,丘树基来到了华拉 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很多书上讲 成吉斯坦也非常憧憬邱处基 反正武厦想上这个我就不说了,你们肯定看 但武厦想上这个,大多数都不是真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邱处基是道战的 成吉斯坦当时是打败了金头 就是占领了中国大战北方的地方 要利用邱处基这么一个人 让当地人民信仰他嘛 蒙古能够控制那些地方嘛 其实这是个原因 七十几岁的邱处基,从中国的河北山东出发了 走走走走,我一直走到华拉子 在华拉子我见到成吉斯坦 跟他谈了一番话 据说邱处基跟成吉斯坦说 你杀人也别杀太多,杀是不是可以的 少杀一点,怎么怎么 人家这样一些话 然后邱处基就回去了 当时成吉斯坦下来一道圣旨 那些信全城道的人都免税 都不收税了 这样就明白全城道 成吉斯坦需要全城道,全城道也需要成吉斯坦 这是在中国武漢社社里面留下的一个问题 其实正有邱处基,邱处基,邱处基,邱处基 邱处基,邱处基,邱处基,邱处基 这些实际是真的 由于远征华拉子 对中国北部地区人员和物资的需求 成吉斯坦万里远征,也不止万里人 我们知道当年汉武帝远征大远征国 叫万里远征,从长安那地方到那是万里 这个地方比外里还远,更远的地方来 成吉斯坦这么遥远的地方,进攻华拉子 不断的需要对中原 成吉斯坦已经占领了西夏,占领了中国北方地区 不断要提供各种各种的物资和人员,后勤 这件事情造成了西夏的反弹 西夏认识不了了 成吉斯坦不断的要西夏,给我提供东西 西夏就拿不出来了 最后造成了西夏的反弹 所以1226年,成吉斯坦从西域回来了 华拉怎么回来了,让扎兰丁还在阴附折腾 他不管了,他回来了 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征讨这个西夏 1226年,成吉斯坦清通西夏 成吉斯坦死于围攻西夏首都中信府的时候 西夏的中信府是哪里啊,就在宁川 宁川在宁川 成吉斯坦死了,西夏首都还没有攻下来 为了不影响,就是攻打西夏这个首都 对成吉斯坦这件事情是密不发丧 不跟人家说,成吉斯坦死了 等到把西夏首都攻克了 然后成吉斯坦再发丧了 而且把成吉斯坦安藏在 我们今天也不知道成吉斯坦的灵在哪里 今天内蒙古有一个成吉斯坦的灵是假的 不是真的成吉斯坦的 成吉斯坦的树,尤其说有描述的 其实是安藏在蒙古的高原上面,某某地方的 现在也不知道是哪里 成吉斯坦的死因 我这里找到了很多资料 这些是当时人,或者距离当时人不远的那些史书上所记载的 中国史书上怎么说成吉斯坦死的 中国标准的史书叫原史 原朝定本史,太宗本集,最后一句话 几月几号地不遇,几月几号地奔 几月几号开始皇帝身体不好了 几月几号皇帝死了 不会讲任何死,中国史书上那种解皇帝驾崩人的规矩就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皇帝被人家杀死了 也不说皇帝被罗国人杀死了,皇帝崩,这些两个字 皇帝崩了 临起成吉斯坦的死因,有这么几个说法 一个是气候不良的引起的几率 就是智菲尼所写的《世界征服者史》里面 智菲尼是伊朗人 蒙古密史写的比较详细 说成吉斯坦骑马路过一座山的时候 跌下来,摔伤到你,不准就死了 还有一个人叫伯朗嘉宾 伯朗嘉宾是意大利人 他写的书,我们为什么相信呢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提出,因为伯朗嘉宾这个人 在成吉斯坦死后第十几年的时候 伯朗嘉宾这个人本人在蒙古的时候都卡拉河里 他是罗马教皇派到蒙古来的使节 他亲眼见到了后面的贵尤罕登基的过程 他跟很多蒙古贵族都有一定的交往 他可能听说了当时流传在蒙古贵族里面的一个说法 我说成吉斯坦被雷迭与其中的 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这是成吉斯坦死的 成吉斯坦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对于西夏的守度有几种说法 因为成吉斯坦是在围攻西夏的时候死的 按照蒙古密义的说法 成吉斯坦留下了一个遗章 就是西夏的人要把他们的父母 把他们本人,把他们的子孙以及他们子孙的子孙通缠上 成吉斯坦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应该说在西夏确实发生了大屠杀 按照蒙古人的规矩 对吧,肯定是发生大屠杀 西夏的国王肯定是被杀了 另外一句说法,说当时蒙古还是一个大臣 所以西夏确实发生了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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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有史上这样说 但是我们知道自打那个时候 中国的土地产就很难建造党项主人了 西夏这个国家是党项能建立的 自此以后有没有党项主人 西夏确实发生了大屠杀 陈介斯汉指定过台这个人为他的寄层 这边陈介斯汉回到了西夏 回到了中国北方跟西夏确实发生了 这边砸烂钉进入印度 他躲入圣灵 然后在圣灵里面找到一位五十名 也是不知道怎么从兵主和这边逃过来 五十名士兵 他有五十名士兵了 他发现那边有一支印度的巡逻兵 他就袭击着印度巡逻兵 夺取了一些装备 他又组织了一支一百二十名士兵的军队 印度有个地方政府 莫名其妙来的是军队嘛 有一百多人嘛,派兵去 他就把前来围攻的印度军 我们也不知道印度军有多少 全部是上面的 然后他就抢到了那些印度军的刀啊,剑啊,那些装备 然后呢,他开始受编军队了 你们都来加入我啊 我砸烂钉多厉害 然后他达到三千人的规模 他就像德里进方 德里斯坦一听,下一场 德里斯坦大家住了 德里斯坦刚刚是这个德里斯坦就刚刚建立了 德里斯坦其实也是个很不稳定的政权 德里斯坦只不过住在德里 他一听说扎兰丁从印尔带着三千军队过来 开始下一场 然后他就不敢命战 不敢跟扎兰丁打 但是呢,他跟扎兰丁写信了 你那不要进我德里斯坦 你愿意去哪里,去哪里 但是别进德里,德里斯坦是我的 而且我知道,你是从中亚西亚过来的 你从印尔那边过来的 我们印度这么延任的气氛,看来也不适合你 于是扎兰丁却没有跟德里斯坦打 两个人没有打起来 扎兰丁在印度,因为印度当时其实 德里斯坦也是刚刚进入印度 刚刚开始稳定这个印度的武装 所以印度有很多地方,王公王,也是处于负面状态 扎兰丁在印度折腾了一两年 在印度处,一万名身边 我上次讲说扎兰丁从印度带回来几十万名 其实不是,扎兰丁从印度带回来一万个兵 扎兰丁时候还有一万名士兵了 大家觉得他又可以回去蒙古人打 于是在一二二十年,他返回伊朗 他返回伊朗的时候,承杰斯坦已经撤走了 虽然有一些蒙古军队留在伊朗,留在中南西亚 但是承杰斯坦主力已经撤了 所以扎兰丁来到伊朗 扎兰丁收拾旧谷,重建华莱子摩帝国 他重建了华莱子摩帝国 基本上跟当年华莱子摩帝国争计是一样的 从这边险海的两河流,阿姆河开始 一直到那边,整个伊朗高益一直到高架上 全是他的领土 一二二十年,他还厉害了,他要进攻巴格达 结果巴格达当时就怕了,伊朗克人亡组织一些军队抵抗他 结果把他打败了 一二二五年,他禁佩阿塞拜疆,被那些进攻各路基亚 他把阿塞拜疆,各路基亚全部征服 很厉害啊 他那边打不过蒙古人,这边他要征服阿塞拜疆,格鲁西亚 最出名的一件事情,格鲁西亚的时候都是 那种历史的地方叫蒂比利斯 他也学蒙古人图腾 把蒂比利斯给整个高加索地区留下一个残坑的印象 然后他汇兵西进,试图进攻罗姆书丹 大家想想,阿塞拜疆,格鲁西亚,利亚,利亚,利亚 这地图有吧,再往西是土耳其 土耳其当时是罗姆书丹的国,上帝克讲过的 已经被突厥人占领了 当时罗姆书丹的意思就是罗马的苏丹 那块地方他们伊朗人管,那块地方叫罗马 所以叫罗姆书丹的国 他试图进攻罗姆书丹 罗姆书丹国一看,杂伦队两人,快速自立当抵抗 还没打呢 他1228年,蒙古军队再次进入伊朗 再次进入伊朗 然后呢,发生了一个伊斯法汉战,扎萨已经打开了 这样的话,中亚西亚又被蒙古人拿走了 伊朗大风地区又被蒙古人拿走了 扎萨就怎么办呢 他只能再次进兵阿塞拜扎和格鲁西亚 他想把阿塞拜扎和格鲁西亚这地方拿过来,给他们 等于是他东边守护住,西边能拿到那些地方 在这个时候,蒙古军的又来了 罗姆苏丹,这时候我们在扎萨丁向西方各国 这个西方各国是阿塞拜扎,格鲁西亚,亚美尼亚 扎萨丁给他们写信 他说,虽然我过去打过你们 你们都,蒂比利斯给我通过城 但是现在蒙古人来了 蒙古人可比我还厉害 我现在打在前面 只有我跟蒙古人打 你们要是现在不来帮我的话 我被蒙古人灭掉了,那你们也没好事 结果,由于他之前的这些行为 他又打巴格纳,又要去打巴格纳 又要去打格鲁西亚,又要去打阿塞拜扎 又要去打土耳其 由于这些行为,这些国家没一个报答 没一个理他 结果,终于 他还组织军队,这些国家不光他,还跟他打 结果他西方也被打白,东方也被蒙古人打白 蒙古军队不断地找这个杖来顶,这个人在哪里 一二三亿年,扎拉丁逃入库尔德山区之中 逃到山野去了,打游戏去了 然后就死了 扎拉丁死,有这样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他一个人 他是那个华拉子龙的皇帝宋战马 穿着很华人的衣服 躲在一颗树荫下,睡觉休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路过一个途中的农民 你看,这人带这么多钱,穿这么好的衣服 他才把他一刀给杀了 然后把他的衣服完全都拿走 走着走着,前面碰到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方官 地方官,你看你在拿什么东西啊 反正大家说,这种衣服是苏丹才有的衣服 你一个明明怎么有这种衣服呢 你肯定是个强盗了 把他抓起来 然后再去找,你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终于找到了一个已经被杀掉的农民,苏丹扎兰兵的尸体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说,扎兰兵已死 扎兰兵呢,他的这些衣服 苏丹的衣服,还是贵重物品 都交给了这个农民 扎兰兵就换了衣服,变成农民 从此以后,扎兰兵这个人就从历史上去失败 反正话说回来,伊朗这些地方的人 特别是后来蒙古人残暴的统织,伊朗这块时期 很多人非常怀念扎兰兵 也觉得,你看这么多人,只有扎兰兵好好地在抵抗 好歹扎兰兵还在抵抗的农民 而且好歹也打败过我们古人 不是说不能打败过我们古人吧 扎兰兵的故事就继续结束了 像那种伊朗、马士顿那种史记里 把扎兰兵写得非常... 人的人物的形象困惑得非常好 让我们感觉到,后来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伊朗人 当时后来不是伊朗人处于蒙古人统治下吗 也非常怀念把扎兰兵当时的民族运动来看 我们注意一下,这些文章也是这样的 继续讲,陈吉思汉死了 齐兰集团皇位 陈吉思汉有四个儿子 陈吉思汉其实儿子很多,不止四个儿子 但是这四个儿子是郑王后所生 所以别的儿子就不讲了 没有这么高的地位 只有这四个儿子是有很高的地位的 第一个儿子就叫树侍 树侍大家知道,有可能不是陈吉思汉的儿子 对不对 那么,进攻花拉子摩 陈吉思汉就有意把树侍纷纷在花拉子摩 所以进攻那个花拉子摩手中的时候 树侍跟莴珂泰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为什么呢,曹阿泰要素质素质 树侍一想,这个地方以后要封闭我的 这个地方我就是这个地方的国王了 你要把这个地方人杀光了,我统成什么呢 我做什么国王啊 所以树侍就比较那样 陈吉思汉对他就不满意 不管这是一个插曲 后来呢,1223年的时候 陈吉思汉有一件事情要请树侍过来 叫树侍来见我 结果有人回复陈吉思汉说,树侍病了 树侍生病了 树侍是装病的,树侍是装病的 其实他在骑马玩的,他又不想见你 陈吉思汉勃然堂 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跑到树侍那个地方 看看树侍到底怎么样 结果,等陈吉思汉到的时候,树侍就冰死了 确实真的是没有,是冰死了 1223年,树侍就死于中亚西亚 树侍的儿子叫拔兵 这个拔兵是大道有名 后来禁兵欧洲,建立起荆江汉族就是这个拔兵 蒙古人有个规矩 这是跟草原上牛母民族有关的 我们农业民族,一般继承家业的是长子 牛母民族继承家业的是幼子最小的儿子 为什么知道了? 这是跟草原生模习惯有关的 我一个老八卦,放羊放牛 儿子大了,就带一部分财产出去,自己放回去 儿子长大一个走一个,儿子长大一个走一个 只有最小的那个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 所以皇位应该比拖兵,拖兵是他最小的儿子 其实也不是最小的 就是郑皇后所送的四个儿子,最小的儿子 承家业的第二个儿子是茶河台,第三个儿子叫沃阔台 第四个儿子叫托雷 茶河台后来也丰富在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些中亚西的茶河台汉国 承家业死的时候的曾经,这是承家业轻口说的 就是托雷的汉太平清 所以让第三个儿子沃阔台继承汉位,继承大汉的位置 结果最后导致什么 就是后来继承承家业的位置,才是两派 那是乌国台一派跟托雷一派 乌国台死了以后呢 照理说乌国台死了以后 应该把皇位让给托雷这一派 托雷是幼子嘛 但是当时托雷已经死了 托雷死了,比乌国台一二三二年 在京都京都的时候就死了 结果乌国台那一派让乌国台的儿子贵犹继承汉位了 那边的拔住就不满意了 应该最小的儿子继承汉位 怎么可以你这里继承下去呢 贵犹继承汉位死了以后呢 后面继承汉位叫蒙哥 托雷的儿子,托雷其实也不止这四的儿子 这四的儿子我写的比较有名 蒙哥,忽必烈,续言,吴吴吴歌 听众我们的这些名字 因为那些忽必烈大概都听不过 是吧,慢慢会见到的 承天赛其实子之中的很多很多 我只是先练在这里 因为后面很多事情涉及到他们 郭国台,在中国是当成为元太宗 承天赛叫做元太祖 元太宗是1229年到1241年才会 大家注意,1229年正式 也就是说当中有两年时间 承天赛是1227年死的 当中有两年时间,这个蒙古帝国没有最高领导人 大家在外面骑着马杀人嘛 不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了 1229年正式登基 沃国台汉登基以后介绍了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中文的展现叫叶律楚才 可能大家听说过 是其他族的人 他承天赛就非常气愁他 他非常犹太 任何一个国家,帝国建立起来 都需要这样的文化人物 叶律楚才其实是个文人 他阻止下官汉人以中国北方文部场方 因为叶律当时已经大汉建议了 中国北方这么多汉子能力咋干嘛 把中国北方这些地方空出来 让我们蒙古人来放牧都好 当时有这个建议 叶律楚才说这个不行 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叶律楚才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有过这么一件回事的 有可能如果叶律楚才不阻止 那中国北方人就被叶律楚杀光了 长了以后,北方天野不壮 全部改成草原 全部让他们的蒙古人放牧了 还有,总止屠杀开封主的大善事件 这个也是叶律楚才做的 比如说,开封当时变成金国的首都了 宫破金国以后 叶律楚才基本上总止了很多那种打 蒙古人在中央世代发生的那种大突然那种事情 叶律楚才还寻找孔子的后人 蒙古人不信物的学法 不管他寻找孔子的后人 找到孔子的后人就封一个什么宫 孔圣宫 然后呢,建立孔子庙 反正这些事情 然后,定礼仪 蒙古人本来也没什么规矩,没什么礼仪 你现在欧国大汉做天下皇帝了 按照中国人的皇帝的规矩 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什么?礼仪 大神有什么礼仪 每个普通的人有什么礼仪 皇帝有什么礼仪 原朝的礼仪就是叶律楚才的地下 最后一件也是叶律楚才 售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设定的税收办法 蒙古人就说杀杀杀 杀杀杀以后呢,叶律楚才帮你收费 文库才蛮高兴 这样我的朝廷就有钱了 这点来,我觉得是叶律楚才最关键一点 让蒙古克兰重有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稍微介绍一下 蒙古灭金,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 把金朝给灭了,相信讲一句 首先,1211年上次讲过叫野狐林战役 野狐林战役,打败了金朝的五十万还是六十万大帝 野狐林战役之前,其实金朝做了很多种的工作 比如说,金朝在蒙古高原跟南方边境上 我们秦始皇是修长城了 金朝不是这样的,他修了很多豪功 蒙古的马迹根本就过不来 但是所有的这些工作,其实最终也是 还是没有阻挡住蒙古人,这个侵略金朝 根本就阻止不住 野狐林战役,十二次过程我不讲了什么 陈耶狐林战役,打败了几十万军队 陈耶狐林战役,成起来就是野狐林战役 由于野狐林战役,陈耶狐林战役 陈耶狐林战役,强大起来 金朝受了十时的威胁,导致金朝内闭发生了政变 一二一三年,金朝内闭,有个叫胡沙虎的人 把金朝的皇帝给杀了 这个人后来没有福体,所以叫魏少王 我们一般称魏少王 没有称魏少王,他拥离另外一个人,叫金轩忠 胡沙虎又被另外一个将领,叫树户高齐 都是那个女生人的名字啊 到一二一四年,金轩忠放弃中东 就是北京,迁途到汴梁开封 逃了,投到南方去了 他一放弃北京,很简单就占领了北京 整个中国河北,山西这地方就占领了 祖宗已经没关系了 东北产生了很多,七单人又反了 七单人又反清了,七单人又恢复了 建立了后梁,东梁,很多小的称魏 当然最后都被文武人收掉了 你看,金朝这样队,这个将军,这个将军,那个将军 一二一九年,金轩忠杀,树虎高齐 到一二二四年,金轩忠,就是最后一个金朝的皇帝 完颜首席,自尾 一二二四年之后,陈杰斯兰是一二二六年 一二二七年死的,一二二十年死的 等西哈图搞,摆平了,文国台登上王位 他们就开始搞了一件事情 整个蒙古大学院要分成两路 有一批长子,东一个儿子,就是陈杰斯兰那批长子 由拔杜帅人,西郑,西郑,西郊州区 然后主力南下,要把金给炼了 于是呢,金和南宋联合起来 蒙古和南宋联合起来,要灭这个金 南宋把当时金朝就写金给受,给南宋政权 你怎么能够蒙古联合起来灭完呢 叫陈王齿寒这个道理 我没了,你还有个活吗 当时南宋朝廷内幕也讨论了,到底怎么回事 进去我们的朝人,叫完颜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宋朝怎么怎么的,就是被你们搞的 现在机会来了,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 我们可以收复开封,收复洛阳了 收复长安了 最后之类,跟文组人一起夹击这个金朝 因为金朝大逊就剩下河南一小块地方了 1232年,蒙古军队攻克,遍境开封 金来宗逃到蔡州 居然在蔡州又待了两年 1234年,蒙古军队和南宋军队是合无于这个蔡州 就剩下蔡州这么做成了 金来宗一看,城是这样破掉的 金来宗说,我不想做王国皇帝 找来一个,也叫完颜的,还叫完颜林德 一个将军,不是皇子,回徽太子 找来一个将军说,我把皇位让给你了 因为我不想做王国之军 我把皇位让给你,你想把他逃出去 没准还能延续我金朝 那个大臣说,你是皇帝,我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你呢 不行,让给你 好,一天上去,举行皇位让的仪式 正在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 蒙古军和宋军已经攻破了太阳,攻进来了 这边还在举行仪式 那边这个金来宗就上下自杀了 上下自杀了 因为这个仪式都没举完 继承皇位的仪式都没举完 大臣最后也在乱兵之中被人给杀了 这个金朝军 当年蒙古和宋是有约定的 哪些城市归蒙古,哪些城市把金灭了以后 哪些地方归蒙古,哪些地方归宋 有约定的 结果呢,你归宋的那些地方要你宋自己打下来了 这个故事跟以前的宋和金一起灭了,其实差不多 宋其实没有能力,宋军弱得很,根本打不了金 真正不是蒙古人打下来的,结果双派抢转开封 抢转财州,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了 但是在当时蒙古军队还是克制了一下 当时说好这些地方给南宋,就给南宋 虽然我们不要了,就这样了 沃国他还对南宋比较客气 接下去,不是蒙古主攻进攻南宋 南宋开始主攻进攻南宋了 南宋真的是南宋这个政权 中国的朝廷从那时候开始上帝 就不了解世界的形式 明白这意思吧 并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的 因为北方草原上有个像凶龙、像土俊一样的人 并不知道蒙古那时候已经是个世界帝国了 虽然听说曾经把西域的什么国家给灭了 把西域的经验给灭了 根本没有感觉到威胁就已经在眼前了 是这样的 双方分割金朝土地 顺便讲一下很著名的事情 说金埃聪死了 金埃聪尸体被找到了,上架子岔 找到以后,南宋跟蒙古商量好 金埃聪的尸体有没有,一堆没有 一部分送到蒙古去,一部分送给南宋 根据伊朗人写的书里面说 结果蒙古人只分到了金埃聪的一只手 大部分尸体被南宋拿到了 南宋就拿着金埃聪的尸体送到杭州去献给太廟 就说我们终于报仇了 我们南宋终于报了这个仇了 南宋朝内就开始商量,怎么对付蒙古 当时有提出,我们一定要把兵界推到黄河 聚官守和官邮同官,一定要把同官拿下来 把黄河也搞定,守在这个黄河边上 但是当初最早合为金的时候呢 可不是这样说的 经常在很多城市应该归蒙古的 于是,端平入落这些事 什么事件呢,就是宋朝的军队主动向蒙古发动进攻 要把黄河以南的地方全部收复 这还被他们搞成功了,为什么呢 蒙古猛烈进攻金的时候 整个河南都荒谷了,粮食也没有了 蒙古也没有粮草了,蒙古军都没有粮草 所以蒙古军就全部推到黄河以北去了 宋朝军队大大方方进入洛阳开封 哎呀,这个凯旋啊,终于恢复了 终于恢复开封了 杭州还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 我们的打宋朝终于利害起来了 第二年一开船,蒙古军队粮草又来了 这次蒙古军队不客气了,不跟你商量了 基本上把当年金朝的所有的 当年金和南宋的边界上,所有为金的一面 全部给,全部占领了 因为南宋的军队根本打不过蒙古军队 这件事情也让蒙古军队知道,南宋军队这么不敬达 从此以后,开始了漫长的蒙古进攻南宋这个过程 蒙古进攻南宋,用了四十几年才把南宋灭了 南宋还是在,也是不容意大利 你看看那种什么,一年两年就没有搞定了 南宋用了四十几年,蒙古人最后把南宋灭掉了 而且蒙古人灭南宋,最后忽必灭南宋是步步为营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最后,让你南宋不得不投降 没得根本可以打 这个办法 多四川,多襄阳 等襄阳占领了以后,南宋已经没有力量防守了 这时候,南宋的皇帝投降 知道,南宋皇帝最后是投降的 其实,南宋根本没得可打 但是你看,当时南宋还主动打蒙古 这就是这个金朝灭亡的事情 高丽宇,下次再讲 沃布泰继承皇位以后 他一部分力量就是说,我们要去灭金朝 这是他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西征 第二次西征,转开蒙古贵族会议 决定第二次西征,由巴都做最高统传 这次西征的名字就叫做长子西征 为什么叫长子呢 其实巴都不是树氏的长子,是树氏的赤子 树氏的长子活着 树氏的长子,据说能力不是很强 也没派什么用处 跟他一起西征,还有茶河台的长子叫拜达尔 沃沃台的长子叫贵尔 还有脱离了他的门沟 这些人都组成了 其实要培养一下蒙古下一代的那些人 由这批人组成了,从蒙古大军开始西征 主要的教授叫苏伯泰 苏伯泰不是弄武的王室成了 是陈杰斯坦,陈杰斯坦好像有一个四虎 陈杰斯坦死后也有哪些地方 木华黎很有名 木华黎,陈杰斯坦牺牲的时候 让他守在中国北方的木华黎 苏伯泰也是著名的教育嘛 就是几个教育,开始西征了 他们牺牲是这样的 1236年攻打乌拉尔河流的宝加尔 是这么回事 宝加尔就是今天宝加利亚人 宝加利亚人呢,很早以前就分成两部分 这两部分人都是宝加利亚人 一部分人就由布尔干办法建立起宝加利亚帝国 就是今天的宝加利亚第一帝国 我们讲过吧,宝加利亚第一帝国被半战兴帝国给灭了 半战兴帝国怎么灭宝加利亚第一帝国 大家还记得吧 把眼珠都从刮起来,这件事情还记得吧 半战兴帝国当时有个皇帝,有巴西尔二世很厉害 这是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宝加利亚人 另外一部宝加利亚人没有进入巴尔干地区 继续在沃尔、沃尔和流域,他们是有共民族 但这两个宝加尔人,他们之间的语言是通的 他们其实本来是一个民族,只不过这个民族分成两部份 一部份就是巴尔干地区,变成农业民族了 今天的宝加利亚也是农业民族 宝加利亚最有名的一个特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宝加利亚最有名的一个土特产 也是全世界现在很多地方,大家都要吃过的酸奶 酸奶是宝加利亚最著名的一个东西 我还能听说过,你们听说过没有 宝加利亚人认为,以前是游牧民族和奶嘛 被农业民族,这个奶放在那边,时间长长发酵了,怎么样 也知道很好 宝加利亚农村里面,就养成这个希望,喝酸奶 后来有个俄罗斯人去宝加利亚 发现,宝加利亚有很多村子的人都长寿 知道吗,长寿 宝加利亚很多农村里的人长寿,长寿秘诀是什么 原来他们都喝酸奶 是真的,可是酸奶对人比是有好 俄罗斯人从宝加利亚回来以后,就把酸奶这个东西介绍给全世界 所以现在全世界到处就用这个酸奶,送宝加利亚出来 这是叉取啊 1236年攻打布朗尔河流域的宝加利亚人 这个布朗尔河流域的现在已经没有宝加利亚人,特别反备了 然后他进攻南俄罗斯草原上的清察人 清察人不是俄罗斯人,是突厥人 就是南俄罗斯草原的 宝加人和清察人都是游民族 蒙古人一来,雷霆之势,迅速把这些游民民族全部打开 基本金并全部南俄的所有 1237年开始进攻罗斯各国 罗斯怎么回来,就是基辅罗斯国家 当时已经分裂成为东有国家,西国家 所有的国家都有一座小城市,都有一座城墙 而且罗斯人是农业民族,是住田的 不是游民族 比较有名的罗斯城市,1238年把莫斯各国,也是屠城 杀了,把莫斯各国都杀了 1240年,攻克基辅,基辅罗斯国家就此灭亡 当年三个瑞典人来到乌克兰,建议基辅罗斯国家 无所谓的家国,到此为止,彻底灭亡 从此以后,整个罗斯这块地方,就归于蒙古人统治 后来叫金战汉国统治 但是金战汉国统治一直有一个特点 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就是金战汉国的可汉都是游民族 他每个一段时间骑着马过来 到你们每个罗斯国,俄罗斯都是农业城市 一个个都是城市,都是农业国家 说罪,说钱,不说钱,再屠城,再打印 用这种办法,对整个罗斯地区统治了几百年 一直到俄罗斯出现一个人物叫伊凡·雷迪 听说过吧,俄罗斯后来出现了一个小林统治的率领 俄罗斯打败了这个,已经不叫金战汉国了 打败了那个蒙古,保留在那个蒙古 俄罗斯团人,什么汉国 反正就打败了金战汉国的军队 让俄罗斯恢复独立了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进入冷兵 冷兵级时代就结束了,进入有枪有炮的时代了 俄罗斯已经有枪有炮了,不会再怕你这种草原,有墓有炮 然后,第二次戏争以后 这件事情在欧洲里面是大发的有名 打完俄罗斯以后,一二十四年蒙古军队 冰封两栋,一支进攻波兰,另一支进攻巡海里 大家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我网上找来了 一二三八年勾当莫斯科,一二四年勾当吉普 然后这个军队就进入波兰 另外一支军队就进入匈牙里了 当时欧洲是有什么情况 欧洲都是封建骑士 欧洲有骑兵,欧洲骑兵也很强 但是欧洲骑兵的一个特点,穿着厚厚的盔甲 俄罗斯骑兵,蒙古骑兵没什么盔甲 蒙古骑兵就在马上射箭 但是由于欧洲骑兵是穿着厚厚的盔甲 他们的行动是很慢的 他们是像古代的重装部队一样,排好阵型的 由于他们穿着厚厚的盔甲,射箭是没有用的 射箭射不上去,都是拿着那种毛啊,或者很重的武器 如果两支欧洲军队打成了,就是两支重装 穿着重重盔甲的骑兵,坦克一样开到对面 欧洲骑士的打仗方式 蒙古骑兵来了,一看,欧洲的那些兵,排好队了 蒙古骑兵一开始绕着他们,包为他们 反正蒙古骑兵一块,他们走不过蒙古骑兵 让他们冲 如意一分割,把你们一个个骑兵都分出来 反正你剑也射不死,你竟然没有马踩死你 知道是这种打法吧 进攻波兰的军队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欧洲像波兰,巨大利杰的波兰 应该他们已经听说过中亚西亚和伊朗发生的故事了 他们也听说过蒙古军队曾经越谷高加索进入宫克兰 这些事情他们已经听过一次了 相隔大概二十年,还不到十年 这次蒙古军队真的来到波兰,来到巡大利 波兰当时实际上,波兰就是组织的内格尼卡战役 波兰和德意志组织了一支骑士庞大的骑士队伍 这场战役由西里西亚打工,成交亨利这个人的机会 当然了,4月9号这一天,蒙古军队打败波兰和德国联军 波兰损失三万人 蒙古长驱直入了,波兰没有什么可以抵抗的 4月11号是蒂萨河战役,杀匈牙利军对斯兰 不久即攻克匈牙利的手组,不大佩斯 匈牙利过往,跑到欧洲确认 欧洲国家当时是震惊,整个欧洲震惊 对欧洲来说,可能他们听说过古代的匈牧人 这次又见到,东方又来了一个这么厉害的,蒙古奇兵 欧洲这些国家,这是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 欧洲这些国家迅速消息传到英国,法国这些国家 当时欧洲还是很团结的,欧洲别看内部打来打去 他们决定,一致对外,一定要打跑蒙古人 一定要保卫好我们的欧洲基督教 同年,蒙古军队袭击斯亚伦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 蒙古军队一直到达埃赫底亚海边 准备进攻威尼斯 另外一支蒙古军队准备进攻欧远兰 这里已经生过欧洲了 但是一二四亿年冬天,传来吴古坛去世的消息 吴古坛死了,然后这个拔兔就命令 跟这些欧洲人一起回去,抢王卫去 不知道谁当皇帝的,不知道,对吧,回去 大臣就是,这就是整个蒙古奇兵进入的这套地图 整个在波兰,在匈牙利亚,包括那个亚德里亚海边 整个进行这么长大战 最后,这里是广加利亚,从博尔多瓦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这里有了城市叫萨莱 今天这个地方属于,沃加河边 阿渡就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他自己的首都 以后的京阳汉国就在这里建立了 蒙古对欧洲这场进攻 是让欧洲人下岭打架 整个欧洲下山盛盘 但是他有没有对欧洲附近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呢 匈牙利受到打击是最大的 因为布达佩斯被冲城了 蒙古人按照他们的穿动作法,杀布达佩斯的人 波兰也受到很大的案,除此之外呢 没有什么重大的打击和热业损失 军队在波兰和匈牙利损失了 匈牙利损失是最惨重的 匈牙利有死人最多 因为匈牙利之前跟文艺斯、奥地利关系都不好 这场战役一打来,匈牙利就没兵了 除此之外,对欧洲没有强生巨大的影响 让欧洲人吓了一大跳 以后蒙古人再见到欧洲吗 没有啊 也就这一年之内,蒙古人在欧洲兜了一拳 这个厉害程度,大家也可以想想 欧洲这些国家,匈牙利、波兰,他们整天打仗 哪有一支波兰军队穿过匈牙利,到达塞尔维亚 再从塞尔维亚都到保加利也有吧 做不到的 只有蒙古军队能做到这种事情 而且蒙古军队人数才多少 也就几万人 没有一个地方抵倒这么烫 这几万人冲到这里 波兰去那里组织是几万人军队在这里抵抗 抵抗马上把你打散 基本上几场战役就这么大 等到拔洞回去以后呢 其实蒙古人统治的就是整个俄罗斯、乌克兰、障害地方 蒙古人没有真的能去统治波兰、薛兰这种问题 蒙古人对欧洲的政治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也就是吓唬了,把欧洲人吓了一跳 按照我的想法 蒙古人如果真的再去跟欧洲好好打的话 欧洲那些国家其实也不是吃醋的 这是第一步进攻 等这步进攻,欧洲那些国家明白过来以后 把你蒙古人第二次未必能这样去打这些斗欧国家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蒙古第二次期间结束 下次要讲,蒙古台海死了 下次就讲蒙古台海基属,蒙古台海的贵流